出席仕途总管第二期文创会馆的上梁仪式 韩国瑜有感而发不只系数BOT在台湾的历史 更大谈BOT案的成功模式 我们最怕政府施政演变成三输 政府输 人民输 企业家输 未来的高雄所有类似的BOT案 类似所有市政府跟商业界朋友来往 都是三赢 BOT对政府 企业 人民该是三赢 而不是三输 这话似乎刺中柯文哲始终摆不平的那颗大巨蛋 过去打B案好用力 后来又改称是历史工业 一颗孵不出来的大巨蛋变成大烂蛋 柯文哲至今束手无策 大巨蛋BOT案不成连带拖垮东区经济 柯文哲却还有时间酸韩国瑜只搞谈犯经济 我们要发展的经济还是大规模长远的经济 而不是贪断经济 韩国瑜全力拼市政拼经济 背后却还有一堆人酸言酸语 这点红海董事长郭台铭也曾炮轰韩国瑜 经济不能老卖水果 质疑一个货柜的巴勒能够价值多少钱 商人赚钱该是什么都卖 韩国瑜不止当市长更是高雄CEO 忙着出访新马港澳生夏大抢订单 商人不到百日外销农鱼产品就超过84亿台币 一场少娘仪式 韩国瑜谈政府施政也谈经济 更罕见左大科文哲又轰郭台铭 难得展现炮火 记者综合报道